哈喽大家好,最近任佳伦,白鹿主演的现代剧《一生仪式》和古装剧《周生如故》剧情高度还原小说,可以说是又甜又孽,两位主演精湛的演技和诚实CP使得这部剧自开播以来热度和话题度一路高涨,成为近期影视剧中一匹收拾黑马。 目前《一生仪式》还在热播,任佳伦又一羁压剧《蓝燕突击》也爆料即将来袭,这部剧中他会挑战铁血硬汉英雄造型,光看剧照就心动不已。 任佳伦在当初的大唐荣耀而被观众们所熟知以后,便开始了自己事业上升的阶段,之后的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简易之下都是让大家非常喜爱的作品,并且任佳伦在成名之后也是一直在致力于公益活动,人品和演技上面都没得说, 《蓝燕突击》这部剧是2019年杀青的,但一直没有播出。 剧中主要讲述的是人家伦饰演的事情青年李希成在一场火灾当中,因为英勇救火所以成为了救火英雄,而之后他便带着这个救火英雄的光环,加入了消防中队当中,打算真正成为一名消防员。 不过李希成虽然有着救火英雄的头衔,但是在进入消防中队当中,却遭遇了很无情的限制打击,因为他本身并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, 不过李希成在之后跟随训练队员们训练的过程中,经历了仓库失火,化工泄漏,以及连环爆炸等一些生死讨厌, 真正从内心理解到了作为一名消防客前队员的艰难与不易。 可以说从这剧情上面来讲,他不仅仅是焦距了消防员这个行业,为观众们呈现出作为一名消防员的不易, 更重要的是他展现出了一种成长。 在拍摄这部剧的时候任佳伦已经30岁,但从放出来的片花和剧照里却能看得出他满满的少年感, 据任佳伦自己表示,当时为了拍这部剧,特地增肌,加了训练, 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整成最适合的肌肉感和力量感十足的体态, 配上简单的寸头,立马滋生出满满的少年感。 当时这部剧的拍摄也正值酷热之际, 为了更好地向大家展示消防员最真实的一面, 剧组的眼值人员连转多地取景,经历夏日暴晒与台风大雨, 拍摄内容涵盖车辆,海上,山区等多种不同的场景。 任佳伦这次在蓝眼突击中已改一样古装美男形象, 突破自我大胆尝试全新角色让人耳目一新, 相信可塑性超强的他并不会让观众失望。 而这一次跟任佳伦行搭档的女主陈小云, 跟主演的第一部电视剧《小别驴》就足以让大家关注到他, 在其中他饰演了蒂娜这个角色, 本身因为这部剧的优效, 所以大家对于陈小云的关注度自然也是非常的高了。 而之后陈小云并出演了《如意传》《青春痘》这些剧集作品, 并且杨幂主演的《胡珠夫人》里面也有着她的加盟, 可以说陈小云也是有着很多不错的资源, 并且她的演技也是非常不错。 她在《蓝眼突击》这部剧中饰演女主温一斌, 是个火茶园,和任佳伦既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又是亲密恋人, 陈小云剧中的军装造型堪称一绝, 英气十足又不失少女俏皮感, 堪称史上最美女消防兵, 相信这一次和任佳伦进行搭档, 能够更好地为作品带来一些的关注度吧。 除了主演阵容强大以外, 剧集当中也邀请到了一些其他的金牌配角们进行出演。 青年热播剧《山河令》当中, 王若林也是出演了其中的《歇尔一夫大反派》照进这个角色, 相信这一次王若林也是能够作为绿叶, 来衬托起剧中的红花。 好了, 今天关于任佳伦的新作品《兰艳突击》的一些介绍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, 你期待这部剧吗? 如果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, 欢迎在下方进行评论互动。 最后, 不要忘记订阅我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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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